几天前,雪州普总一所国中因为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客投了一封投诉信,逼得校方必须要把春节的装饰给撤了,然后引起轩然大波。 最后,副首相望阿兹沙带着七位政府部长到学校去给灯笼签上大名,然后重新挂上灯笼,这个事情才总算圆满落幕。 首相办公室昨天晚上也发文告说,内阁是不认同那些种族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观点,这将会影响我国人民的团结。 文告也强调,华人春节装饰跟宗教无关,更不是传播宗教的方式和手段。 而挑起这风波的土权党副主席穆罕默凯鲁,昨天晚上在推特上就预告,他因为写了那封信,如今被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MCMC传召,今天早上前去录口供。 然后他紧接着又发了一则推文,叫那些指控他的人尽情地庆祝贾胜利吧,趁现在还有权力在手,继续滥用职权来威胁他。 然后他还与一代威胁地说,要是有一天换他掌权的话,到时候就轮到他来报复,当初对付他的人肯定无处可躲。 那语气非常嚣张,威胁了一轮之后呢,凯鲁今天早上依然是乖乖地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去录口供。 那面对现场媒体的追问呢,他就坚持说,他才是胜利的那一方。 因为啊,你看,他只写了一封信,就让校方呢,撤了大红灯笼,最后还搞到出动七位政府部长级的人物,把灯笼重新挂回去。 他甚至还反问记者说,换作是你,你有这么大的面子吗? 土著全委党副主席穆罕默·凯鲁,开口闭口都是那一句,我赢了。 近到十点,他在律师的陪同下,到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总部录口供。 而他在接受问话之前,突然向媒体比出手势,声称自己在这件事当中获得了胜利。 经过一小时的录工程序后,凯鲁和律师向媒体表示, 沙登警方和MCMC都已经在里面,分别针对两项课题向他录取口供。 他强调,他所谓的胜利并不是指挑战警方,而是在这个课题上取得胜利。 就因为他的一封信,让部长们取消行程,纷纷跑到学校去重新挂上灯笼,这让他感到很爽啊。 故意搞事又专专自喜的凯鲁,过后还一脸得意地说, 他接下来还想看到部长们清零校园的壮举,所以还会继续挑起其他学校的更多课题, 真的让人搞不懂他是抱着什么心态。 凯鲁一再强调,国中挂灯笼的举动很过分,不过当他被问到如何定义过分时, 他竟然还恼羞成怒地说,他觉得过分就是过分,完全是凭个人感觉。 他还说,在求学时期从来没有看过校园布置佳姐装饰,因此他认为挂灯笼的行为属于过火。 刚刚大家也看到他的回应了,开口闭口都说,他闷上了,他胜利了。 还非常自豪地告诉记者说,他的名字在内阁里头,被提起内阁会议里头,被提起了15次。 一个拆除新春装饰的事件,真的让凯鲁这么受到关注吗? 根据一名消息人士告诉马来邮报,经过他的查证之后,凯鲁的名字是一次都没有在内阁会议被提起,更别说15次了。 况且,这个凯鲁他又不是内阁成员,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曾经被提起呢? 这一番说法就狠狠打脸那位凯鲁了。 另外,沙登警局主任伊斯麦迪今天召开记者会就说,警方目前已经开档调查,在还没有完成调查之前,暂时不会逮捕凯鲁。 至于针对有传言说,警方涉嫌劝告校方把灯笼跟新春装饰给撤了,伊斯麦迪就说,警方目前还在进行内部调查,如果真的发现有哪个警察涉及在内,相关的警察将会受到内部的纪律处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